各位们大家好,现在我们继续讲Hamlet 那么上一节课,上一节课有一个教授的一个注解 我当时呢没有看懂 那么我后来呢我看了一下 然后呢我明白什么意思了 那么跟大家说得清楚一点 那么就是这个 就是那个Rosenkrantz跟那个Gildenstein 然后那个国王跟他们说 那么这个国王呢要让他们呢去叫两个帮手啊 然后呢把那个Hamlet呢找到 然后呢要要要他们去干这个事情 对不对 然后好,那么教授呢这里有个注解 那么教授这里有个注解 这个注解 这个注解我当时没有看懂 好啊 at first Rosenkrantz和Gildenstein don't follow this instruction in the next scene they confront Hamlet by themselves but in the following scene do get some further aid they come in with Hamlet who is guarded that is surrounded by armed men 就是这个注解啊 就是说 go join啊 那个教授什么意思啊 教授说一开始的时候啊 那个Rosenkrantz跟那个Gildenstein啊 他们并没有那个尊崇啊 这个国王的指示啊 那么什么意思啊 他们什么叫并没有尊崇国王的指示啊 因为国王啊 让他们呢去 去叫两个帮手啊 但是呢下一幕呢 他说啊 这里教授说啊 他们Rosenkrantz跟那个Gildenstein啊 就他们两个人呢 去去跟那个那个Hamlet 就碰到Hamlet了啊 就是他们两 他们两个呢 confront了Hamlet 而不是呢 叫了几个人啊 但是呢 他说这后 在后来的一个场一场啊 他们呢 确实呢 叫了几个人 然后呢 把那个Hamlet团团团围住啊 就就这么个意思啊 那么什么意思啊 那么我们要要这个 这个注解就这个意思啊 那么我们要来看什么 他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教授说啊 Rosenkrantz跟Gildenstein 一开始的时候啊 并没有按照这个国王的指示啊 去叫几个帮忙 去叫几个人帮忙 就是 go join you with them for the aid 啊 明白吗 好 那么我们来看 对不对 我们来看 看什么 那么我们要回过去 看那个后面的 那么我们要看教授的版本啊 他教授根据他这个原文来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说 那么我们看啊 Enter 然后是 然后这里呢 那个那个 这里呢 就是说这个退场了 对不对 这个Rosenkrantz退场了 然后呢 后面呢 就是说 好 那么后面是Next 我们看下一场 下一场怎么回事啊 下一场是 这一开始是Anti-Hamlet Hamlet就说Safely Stowed Safely Stowed 然后Hamlet他自己说 然后 那么同学们 这里呀 有问题啊 我们看前面一场啊 前面一场 这个是Act for Thing One 这是Safely Stowed 对不对 Safely Stowed我们看最后啊 这个Rosenkrantz退场了以后呢 国王呢 国王呢 跟那个国王和皇后说了一段话 然后他们都退场了 然后呢 就进入下一个事情了 下一个事情呢 一开始的时候是 Hamlet上场了 对不对 好 那么Hamlet上场了以后呢 Hamlet呢 自己呢 自说自话 自己一句话 对不对 他自己一个人在 对不对 Hamlet就是Safely Stowed 尝好了啊 然后呢 好 这里啊 同学们要注意了啊 Rosenkrantz跟Gildenstein 在里面啊 等于说在台下 Within啊 这里一个叫Within Within可能就是在里面啊 在台下啊 就是说 在台的后面啊 幕后啊 他说Hamlet Lord Hamlet 他们就叫Hamlet了 然后呢 Hamlet在台上说啊 What noise who calls onHamlet Oh Here they come 看到没有 那么他们来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同学们 在这里啊 注意了啊 Enter Rosenkrantz andGildenstein 那么教授说的呢 就是这里 这里呢 就是说 只有Enter Rosenkrantz跟Gildenstein 两个人 并没有叫了其他的随从 然后呢 那个Rosenkrantz What have you done My lord blah blah 然后呢 compound 这一段对方 Do not believe it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 后面就我们讲过的 对不对 那么这里呢 就是说教授的意思啊 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啊 并没有去叫帮手 而是呢 他们两个人进来以后呢 就问那个Hamlet 你把尸首藏到哪儿去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教授的意思 啊 那个教授 这个注解的意思 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啊 问题在这个教授用的 这个版本啊 和我们这个Q2啊 不一样的 那么我 我跟同学们显示 所以我看不懂了 所以我看不懂了 看看我们这个版本 对不对 我们这个Q2 阿登希克斯 这边版本是 那个国王叫那个 叫Rosenkrantz 跟那个Gildenstein 他说你们去 叫两个帮手 对不对 把这件事情 怎么办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X 他们出去了 离场了 然后呢 他跟那个 他的皇后 说了一段话 然后他们退场了 然后呢 第四幕 第四 第四场的 第四幕的第二场 第四幕的时候 他这里呢 是Ant Hamlet 对不对 哈姆斯一个人说了 but what noise will call all that come 好 那么后面来了 什么区别啊 同学们 这个就是我们 跟教授版本的区别 教授版本里面 教授用的版本啊 他里面只有 Ant Rosenkrantz 跟Q2 我们这个版本 还有And Others 那么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版本呢 Rosenkrantz跟格格 跟这个Gildenstein 他们呢 是照着那个国王说的了 对不对 这国王的指示啊 国王呢 叫他们去叫两个人来 然后去找Hamlet 然后呢 他们呢 就去叫了人 然后呢 跟其他的人呢 And Others呢 一起呢 来Confront Hamlet 然后呢 一起呢 我就就问Hamlet 你你你做了什么 明白吗 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教授的区别 这个教授版本啊 那么我们当时啊 我当时没有 没有搞懂啊 教授的这个 注解的含义啊 关键在什么地方 关键在我们这个用的版本啊 原版啊 这个教授用的这个原版啊 跟我们这个阿登 谢克斯比尔的Q2版本啊 是不一样的 啊 那么 那么 所以呢 我当时看了以后呢 也有点莫名其妙 教授说这个话 什么意思啊 这个Rosenkrantz跟Gildenstein 没有按照那个国王的指示 办事啊 啊 那么实际上面呢 就是说 教授的意思呢 他们并没有直接去叫人 而是他们两个人 先去跟那个Hamlet Hamlet说话 然后呢 后来呢 再去叫人 但是后来呢 教授也说了 那么后来呢 也去叫人啊 明白吗 那么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这个 我们这个版本啊 原版的地方不一样啊 那么他这个注解都不一样了 是不是啊 说明的问题 所以呢 你要看啊 要看得很仔细 你才能发现里面的有什么不同之处 要不然的话 一头污水啊 是不是啊 好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解释到这里 那么我们现在呢 继续看 我们接下去 我们我们我们看的那个 对不对 我们上次讲到什么地方 我们上次 我们上次讲到的那个Rosenkrantz Bluvot 那么那么 那么那个 因为上次我们说Rosenkrantz 他说你告诉我 这个尸体在哪里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尸体啊 去拿到那个那个教堂去啊 对不对 然后 哈姆特才来了一句 莫名其妙的叫 Do not believe it 那么 那么这个Rosenkrantz 就是believe what 这是什么意思啊 对于说 believe what 那么我们这下面讲到 哈姆特的说话 对不对 哈姆特说的 That I can keep your counsel and not mine mine own 那么 这个第十号 我们看 好 那么这是 That I can That I can keep your secret namely that you are and not mine own 然后呢 就说 That I can keep your secret and not mine own 那么 就是说 This passage in which he specifically refuses to answer their questions records the dialogue about the recorders that with it it combined 那么 后面这个我们不讨论了 就是说 这一段对话 他们都拒绝回到他们问题 他说 让我们想起 那个 那个什么recorder里面的 那个对话 QE里面的什么 这个我们不管 That I can keep That I can keep your secret and not mine 那么我们回国得去 That I can keep your counsel and not mine own 那么 就是说 那么就是说什么 这个意思呢 它是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说 这句话说 Hamlet Do not believe it That I can Do not believe it That I can keep your counsel Keep your secret and not mine own besides 后面 我们看 besides 而且啊 To be demanded of a sponge 那么什么叫 to be demanded of a spo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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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to be interred 就是被什么问啊 to be demanded of a sponge 什么叫 sponge 我们看一下主题 这个 sponge这里啊 A primitive secondary aquatic verdure with a soft 那个就是应该是海绵的意思啊 这个海里面了 海绵啊 A piece of soft light pore substance Original Single啊 The act of wiping or cleaning with a sponge 用海绵擦 Sponge use of puddling or insulating啊 A piece of sponge impregnated with a sponge And instead of woman's vision The form of a barrier Penchanture A heavy drink啊 那么 他这个 sponge啊 有一个注解啊 Informal 是一个 heavy drinker 那么我们看看 With a modifier Metal in porous It's a reduction BlaBlaBla Also sponge pudding啊 Steamed Bait and egg啊 Soft for a person who lives at someone's Short for sponge cake 什么叫Sponge cake A soft light cake 那么我们看 再回过头去 同学们 这个东西 Sponge啊 还有一个意思啊 A person who lives at someone else's expense 啊 明白吗 那么那么这个呢 大概这个Sponge 应该我们这里 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 一个人啊 它是靠别人的 它是靠损坏别人的利益啊 来生活的 那么就是像 像Rosenkonsen 和Gildenstern 他们这种就是叫Sponge 对不对 A person who lives at someone else's expense 啊 那么好 那么大家明白了啊 To be demanded of Besides 对不对 What replication should be made By the son of a king啊 What replication啊 什么叫What replication啊 What reply啊 OED OED就是in a legal sense of answer to a charge 那么 这个replication啊 就是reply啊 它的意思就是回答 然后那个那个那个牛津大字典啊 它里面呢 就是说 在1586年啊 在这个replication啊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法律上面的含义的 比如说你在法庭上面 你去回应啊 回答那个别人对你的指控啊 那个回应啊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有一个法律上面的用法的 replication啊 replication就是reply啊 回答啊 那么好 那么什么回答 那么他说啊 他说 而且啊 那么这句话 等于说 而且啊 有一个spanger来问问我啊 什么问题的话 要要要要我回答的话 那么我呢 那么我可以 我能做什么回答 作为一个国王的儿子啊 作为一个王子啊 我我会怎么回答 啊 他问他们了 他们了 他反问他们了 啊 那么好 那么我们这个两行句子呢 我们看 我们看网上怎么说 啊 sorry 这个 等一下啊 我们看看网上怎么说 这个网站啊 safely stored Gentlemen offstage 那样的 那样的 他说 Do not believe it Believe what That I can keep your counsel and not mine 那么这句话 这句话 他有一个注解 Counsel啊 这里的counsel 拼法不严 那我们不管啊 When the rung dung res have me to tell them where the body is located he is he responds with a pun on the two senses with a counsel he tells Rosevelt that they 他呢 就是说又是一个 双官啊 这个counsel是双官啊 他说呢 就是说 They should not believe that he is going to keep their counsel keep their counsel advice to review the location of the body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意思 Hamlet这个意思 don't believe don't believe that he is going to keep their counsel and remove that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这个 counsel的意思 and not keep his counsel sitter where the body where the body located counsel就是说 secret 啊 明白吗 就是说两个 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呢 他 他 你 他说你们不要 你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 他说不要相信 什么 不要相信呢 我呢 不会呢 我呢 不会呢 保持秘密的 这个这个尸体的 这个这个藏的什么 他等于说 Hamlet这个这个意思呢 就Hamlet说 我不会告诉你们的 对不对 第二个意思是 还有一个意思是 上面这个意思啊 你们不应该相信啊 你们不应该相信啊 我呢 会keep your counsel 等于说是 我不会 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那么就是说 一个呢 他是 不会呢 告诉这个秘密 counsel呢 有一个秘密的意思 另外一个呢 counsel呢 也是相信他们两个人的advice 这个里面一个双观 啊 这个很绕的 那么好 我们看看 他这个助记啊 believe what don't believe that I can follow your advice and at the same time keep my secret 啊 等于说是 你不要相信啊 我呢 能够呢 遵照你们的advice 然后呢 就是说 at the same time 同时 keep my advice 那这两个是矛盾的 对不对 那肯定是 他说你不要相信啊 不要相信 那么 等于说 他们就是 我不会告诉你们 他说 besides what reply should the prince make when he is being questioned by a sponge 那么这一句 大家就很明白了 besides what reply should the prince make when he is being questioned by a sponge sponge就是那个 我们刚才说过的 那种 就像那个 Rosen's Christ 这种人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教授怎么说 Do not believe it I don't believe what that I can keep your demandable question by replication reply 那教授也没有注解 教授觉得很容易啊 那么好 我们看看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component tell me Do not believe it Believe what that I take your advice and then keep my own secret besides to be questioned by a sponge how should the son of a respond to a sponge 那么那么好 那么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 Believe what Believe that I can keep your counsel and not my own 就是说 就是说你不要相信 我会告诉你 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that I can keep your secret namely agent and not my own 那么同学们 这个呢 这个注解呢 是这么个注解 就是说你不要相信啊 我能够能够保持 我能够保持你们的秘密 而不是保持 我能保守你们的秘密 你们的秘密是什么 就是king agents 对不对 而不保守我自己的秘密 你不要相信这个 那那他们的这句话就是说 你不要从我这想得到 那个尸体的那个位置 对吧 that I can keep your counsel and not my own 等于说呢 那么这句话 他们的这是什么说 等于说这个 console呢 就是这个 这个advice 那么那么 也有呢 这个console呢 一个是advice 这个双关 这个console在这里双关 一个是advice 一个是secret 等于说是 我呢 不能够保持你们的secret 我呢 不能够为你们保持 你们的secret 等于说呢 现在呢 Hamlet呢 有他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那个Rosenkrantz跟这个 Gildenstrand 他们有一个秘密 Hamlet呢 有一个 也有一个秘密 那么Rosenkrantz跟那个Gildenstrand 秘密是什么 是他们是国王的agents 对不对 那么 Hamlet现在有一个什么秘密啊 就是他藏尸体的地方 明白吗 那么那么他就是 他说你不要相信啊 那他还可以 keep your counsel 我能保持你 保留 保留你们的秘密 而不保留 保护我自己的秘密 那么这个counsel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双关 就是说 你不要相信啊 我能听你们的话 keep your advice 不是我自己的advice 我要照自己的行动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再说了 再进一步说了 他说对于一个死邦家 来问我啊 我作为一个王子啊 我可以对他们 我可以对他回 怎么回答 对不对 那么Hamlet是什么意思啊 Hamlet对这个死邦家 要不客气了 要删他耳光了 对不对 我或者宰了他呢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这个死邦家 对不对 你居然 你居然来问我啊 问我这个王子啊 你开什么玩笑 好 那么同学们 这个死邦家 好像 那个教授 没有助解 这个死邦家 然后是 这个网站也没有助解 直接用了一个死邦家 他这里也是一个死邦家 那么死邦家 我们前面查过了 不查了 就是 Living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上面 就是这里的海绵啊 就是海绵 他是吸别人的血 吸别人的血 等于说 生活的这么一个人啊 叫死邦家 好 那么这句句子 大家清楚了 对不对 那么 然后啊 Ronenkrantz就问他了 You take me for a sponge My lord 那么 那么Ronenkrantz就问了这句话了 他说你把我当成一个海绵吗 我的lord 那么那么 那么问题是在这里 Ronenkrantz啊 他 是不是明白这个死邦家 是一个一个 一个什么 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 Ronenkrantz应该明白啊 因为这个死邦家 大家都知道 当时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 这这是一个一个人 那也不一定 Ronenkrantz也不一定明白啊 这这 那么我们要看 他这句话 后面怎么 Hamlet后面怎么说 我们才能明白 对不对 好 那么 Take me for a sponge My lord 好 那么我们看网上啊 You think I'm You think I'm a sponge My lord 那么这个 这个啊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也没有读解 我们看另外一个网站 You think I'm a sponge My lord 好 那么我们看看那个 You take me 那个都没有读解 那么我们只能看下去了 这句话 我们现在要放放一放 对不对 我们要看下去 到底他这个 Ronenkrantz这句话 他到底什么意思 你把我当成一个海绵吗 或者是你把我当成那种人吗 My lord 对不对 好 那么后面 I Yes sir That soaks up the king's confidence AHHHHH His rewards His authorities But such officers do the king's best service in the end He keeps them like an ape in the corner of his jaw First mouth to be last swallowed When he needs what you have cleaned It is but squeezing you and sponge You shall be dry again 那么同学们 他们在用这个sponge 也是双关的 他们把他们称为这个sponge 也是双关的 那么后面这里就 他们就解释了 I 是 是的 他说 我是帮你把你当做那个sponge的 对不对 That soaks up the king's confidence 什么叫king's confidence Continence一个注册啊 Continence啊 Benevolent的Continence That is the patronage啊 Continence我们前面已经说 已经看过了 这个查过了 这个Continence这个词比较复杂的 也不常用啊 这就是 A person's face 对不对 Support啊 你看到没有 他有一个字 Support啊 然后是 A person's face 好 那么那么这个Continence里面有一个就是Support的意思的 那么我们这里呢 我们看 Sorry 我们这里呢 我们看这个注册啊 Benevolent的Continence啊 就是Benevolent的Support 就是什么 就是Patreonage 等于说啊 就是说 什么叫Patreonage Patreonage就是 他是雇主啊 他接受那个Patreonage就是 The support by a patronage啊 看得没有 看国王的支持啊 这个Patreon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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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啊 就是说不是雇主 也不是雇主啊 就是说有人在支持你啊 The power to control啊 Anyway 这个Patreonage大家可以去仔细查 这个是常用 Patreonage上的 等于说呢 他国王呢 是支持他的 他呢是接受了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就Benevolent啊 Benevolent Well-meaning and kindly of serving a charitable rather than a profit-making purpose 那么好 好意的支持啊 等于说是Benevolent啊 那么Patreonage Patreonage就是Support啊 Sorry 我们这里就Support啊 那他是不是 那么他那个海绵呢 他就是吸收了那个国王的那个支持啊 然后呢 国王的reward 还有他的奖赏啊 然后呢 吸他的 his authority啊 明白吗 但是啊 但是such officers啊 如此的office就指他们了 Do the king Do the king best service in the end 但是他说啊 他说这些官员啊 等于说这些得到国王支持的那些官员啊 office啊 就是那个spangers啊 这些spangers啊 那么Do the king the best 他们在最后啊 就是为服务啊 为国王最好的服务啊 是在最后 明白吗 那么然后冒号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啊 或者他们的他的意思是什么 He keeps them like an ape 他说这个这个姓是指那个king啊 这个国王啊 把他们呢 当成了一个猴子啊 like an ape like an ape 就是说 as an ape does啊 像一个猴子啊 这个 ape应该是猴子啊 a large parameter like a tail including the gorilla blah blah 那么 把他们当成猴子 在耍了 所以中国人是这么个意思 把他们当成猴子啊 most editors apart from Adobe regard q2 like an apple as a misreading啊 那么那么q2版本 那这里又行啊 他修改了 q2呢 原来是like an apple啊 就像一个苹果一样 那这肯定不对的 所以现在改成like an ape else啊 comments that it may be surprise that q1 as an ape does not exhibit the authentic words of the portal at all events it presents an excellent and most notable reading and jenkins remarks q1 will ensure how well the artists understood blah blah 那么同学们 这一段呢 是讨论那个q1的 讨讨论q1的 和q2的里面的 怎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不讨论了啊 这个同学们要详细研究 自己去研究啊 那么我们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知道 什么叫like an apple like an apple 大家就像一个猴子一样 他们 那个国王啊 保留他们啊 就把他们当成猴子一样的用的啊 就像个猴子一样的 in the corners 这个猴子啊 他那个国王啊 把这 他们这个 把这个猴子啊 放在这么啊 放在他的那个那个那个牙子啊 jaw jaw就是那个那个 就是jaw jaw我不翻了 jaw就是那个张大的那个血口啊 他的那个角落那边 啊哈 那什么意思啊 出去嘛 那他随时随地要一口咬下去嘛 他们就完蛋了 对不对 等于说 he keeps them like an apple in the corner in the corner of his jaw 然后怎么样 这个国王啊 把他们当猴子一样啊 放在他的那个 jaw的那个corner 那个角落那边 然后一开始啊 first怎么样 first mouth to 等于说第一个咬的呢 是最后一个吞 啊 那么那么通行嘛 我们等一会看 什么叫first mouth to be to be last swallow 等于说呢 等于说呢 他呢 就是说 不把他们马上就吞下去 啊 等于说他放在他的那个嘴边 然后呢 但是呢 不吞下去 为什么不把他们吞下去啊 啊 那个国王要用他们嘛 啊 对不对 啊 好 然后呢 后面来了 when he needs what you've cleaned 那么好 when he needs again 然后是他说 again 啊 这个是最后一句啊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the king will take back the benefits he has given at his convenience 这个这个句话 他说他的含义啊 就是说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国王啊 当他方便的时候啊 什么叫当他方便的时候 那么肯定就是当他觉得方便的时候啊 他能够随时随地啊 把他给给那些那个那个那个他的他的走狗啊 等于说他的那个benefits啊 他他随时能够收回来的 the king will take 他是will take 他会把他们收回来的 是肯定的 他们的意思是说 国王呢 把你们用完了以后呢 就会把他的那个benefits呢 收回去了 那么那么同学们 这句句子啊 这句句子呢 在中国呢 有一个成语啊 有个成语 什么成语啊 叫叫谢木杀驴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叫谢木杀驴啊 啊啊啊啊 是吧 哎呦 把你谢木杀驴啊 就就就 同学们 就是这个意思啊 啊 你把事情干完了以后 就把你宰了 你不拍用场了嘛 对不对 好 那么大家明白了 那么我们再去看原文啊 谢木杀驴啊 那么同学们 所以说啊 呃呃呃 我们现在啊 我们现在发现啊 就是说 中国的文化和那个西方的文化 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很多都有共同点的 只不过说法不一样 对不对 他这里这么说 我们中国人说呢 就是谢木杀驴 对不对 when he needs what you've cleaned 那么什么叫clean 好像有个主讲 gathered collected cleaned我们主 this word literally refers to the practice of gathering gathering is a comb the left after a ribbing at the it is not a normal use of the liquids imprimed the sponge metaphor 那么同学们 这里呢 有一个注解啊 这个注解呢 是这样的 这个注解呢 就是说 这个格林啊 格林这个词啊 他说呢 就是说 就是说 他他他他 他字面上面的意思啊 字面上面 他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你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玉米啊 你那个玉米收完了以后啊 那个田里面 还不是有漏下来的 那个玉米吗 那么你要去收那些 gathering is a comb left after a ribbing 等于说是在调母 他说在调母的时候过 等于说你这个玉米啊 收割完了以后 好像好像我们 第二幕的时候没有 没有讲到什么玉米 收割这回事吗 那我们不管 我们现在这里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玉米啊 那那同学们 就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 你的不管是你的玉米也好 你的稻谷也好 你收割完了以后呢 总是要剩下了一点残留的 那个残留的东西 你要去捡的 那个东西呢 英文里面就叫这个捡呢 就是glean 那么那么我们 我们小时候 有的时候那个 那个有些学农啊 我们学农的时候啊 学工学农 这个到那个农村里面啊 就去那个捡稻卖嘛 对不对 捡稻啊 那个农民把那个 稻子收割了完了以后 那个田里面有很多的稻税啊 对不对 那我们去干嘛 小时候啊 小朋友啊 去帮着农民去捡嘛 那个捡 那个倒税啊 就叫glean 那么那么 同学们 他这里的意思啊 就是这个字面上呢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但是呢 他指出来了 那么这个关于海绵 因为同学们 这里他用了一个海绵的比喻啊 那么那么有 这里呢 这个编辑就说 他沙士比亚用这个词啊 用glean这个词啊 也是比较勉强的 为什么勉强呢 因为你沙士比亚呢 你居然用了一个海绵来做比喻 那么这个海绵吸东西啊 它是在海里面吸东西的时候啊 他这个这个词啊 就不叫glean了 他又要用另外的词了 你明白吗 你用glean呢 就不提借了 你这个glean是什么 glean是到那个稻田里面去 那个那个捡那个税的 稻税的 或者是捡那个玉米啊 他这里 就是说你那个玉米收割完了以后啊 有些玉米会掉在那个田里面 跟那个捡税一个概念 一模一样的事情 明白吗 所以呢 这里呢 编辑指出来 沙士比亚用这里呢 用这个glean啊 好像不是很贴切啊 对不对 那么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呢 沙士比亚当时呢 他也想不出呢 别的词了 就只能用这个glean了 凑合一下 凑合一下 明白吗 那么那么那么我们大师啊 这个语言大师啊 有的时候他也找不到单词了 对不对 那那那那那 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好 我们不多啰嗦了 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好 我们看啊 就是 when he needs what he have what you have 当他就是说完成了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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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when the king will take a button it is about squeezing you and sponge you will be done you will be done it is about it is 把它除了怎么样 当他你你你你你你你的任务完成以后 就是 when you when you when he needs what you will gain 好 然后呢 it is when he needs it is 那么这个时候 it is only 怎么样 only it is 这个把它就是only 这个是复杂 那就是怎么样 就是说 他们要要要要什么 就像海绵一样的 要挤你了 然后呢 你呢 you will be dry 你这个海绵又干了 比如说 那个国王会把你的那个海绵里面的东西 全部挤出来啊 啊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那么那么 哈姆勒特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好 那么我们这一段呢 哈姆勒特讲的这一段比喻啊 那么我们要看这个网上 他是怎么说的啊 我们先看教授啊 啊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同学们 这个教授呢 在这一段话呢 他没有说明 那么教授呢 他认为呢 又是很方便 不需要讲 这个大家其实都能看 懂了大致 对不对 好 那么教授呢 只有一个注解 他说 Continence是Favor Continence是Favor 那么我们字典里面查出来呢 Continence是Support 那么Support跟Favor呢 那就相差不大了 我们就不去深究了 对不对 那么同学们 你们如果要去搞清楚 这里的Continence 到底是Favor 还是Support 那你要去查牛津大字典 明白吗 因为牛津大字典里面 他可能会引用到 因为同学们要注意啊 牛津大字典里面 他会引用到很多 莎士比亚讲的东西的 莎士比亚当时的时候的 什么意思啊 他都会引用的 从那个里面呢 你可以很准确的了解到 这个Continence 在莎士比亚这句句子里面 他是什么具体的意思 明白吗 那么我们这里呢 我没有牛津大字典 不好意思啊 然后呢 我呢觉得呢 我们呢 这个Continence啊 我们只要知道 他是Favor 或者是Support 做够了 做够了 明白吗 大概 大概的 那么同学们 那么那么同学们要问了 你不是说 你要很准确的去描述这个Hamlet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只能大概了 同学们 是这样的 我讲这个Hamlet 我不见不是每一件事情 我都去仔细的 百分之一百的去推敲的 那这样的话 要搞死人的 而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啊 对不对 我呢 只尽量呢 就就把几个比较 比较重要的东西呢 我们要彻底搞清楚 明白吗 像这种东西啊 无关紧要 你这个Continence 你说他是Favor也好 你说他的意思是Support也好 无关紧要 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Hamlet 对于他的剧情的理解 无关紧要 对吧 Favor就是Favor OK的 Support也可以 其实Favor跟Support的意思 差不多一样的 对不对 说不定Continence这个词 他就是既是可以指Favor 又可以指Support 等等注入此来的 他都可以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你何必还要去 斤斤计较呢 你如果要去 斤斤计较的话 那对不起 那我还得去买 首先我要去买 牛津大字典 对不对 100英镑一年的定义费 我要出100英镑 这个是首先第一个 然后到了那个 拿到牛津大字典以后 我查这个Continence 这个词 牛津大字典 说不定有好几亿了 那么搞死人了 这里我们不说了 这个不重要啊 我认为这个不重要 好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Continence 那么教授呢 对这段话他没有解释 那么我们换个网站 换网站是 Yes A sponge that sucks up the king's approval 那他这里呢 他说是Approval 这个Continence Approval 也可以 Support跟Approval 也一样的 对不对 那同学们 你看看 这个英文这个单词 难理解就在这里 为什么 同样一个Continence 这个词 不同的网站 给他的定义也不一样 有的网站是给他是Favor 有的字典上面 我们查到的是Support 像这里这个网站 他给他的给出的定义是Approval 这个都一样 那么学英语 大家明白 英语单词的这个意思啊 他的这个idea 这个叫什么 meaning的构成啊 这个东西跟我们中文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就是说英国人的思维 跟我们中国人的思维 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道理啊 他们不像我们中国人 这个讲的某一个词啊 他的那个定义范围是比较窄的 在英文里面不是这样的 他这个一个单词 他的定义的范围 有的时候是很广很广的 一个词有很多的意思啊 乱七八糟的 明白吗 这个大家学到现在 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啊 这个这个大家都明白 我不说了 然后这里我指出一下 他就是一个approved approved his rewards and his decisions the sponge soaks up 然后the officers like that give the king the best service in the end 那么他说啊 这些人啊 为那个国王服务啊 就说服务的最好呢 就是在最后 那么大家懂的 最后呢 国王呢 要谢幕杀驴了 那么当然他们是最好的 因为因为最后啊 最后就是国王什么都得到了 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把命也送了 没了 是不是啊 这个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哈姆拉特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你们啊 提供他最好的这个服务啊 就是在最后 最后国王把你们干掉了 对不对 他什么也不会给你 然后呢 国王他自己呢 他什么都从你这里呢 都得到了 明白吗 你帮他们去收集啊 收集所有的东西啊 我不说了 这个大家都懂了 he keeps them in his mouth like an ape 他说呢 他呢 把他们放在那个嘴里啊 就像一个猴子一样的 moving them around from one side of your mouth to the other 那这里他很显西形象的 他说他国王啊 把他们丢在那个嘴里面 就像一个猴子一样 把他们丢在嘴里啊 然后呢 他在嘴里面呢 从这一边啊 弄到那一边 就叫他们去干活 对不对 然后 when he needs to know what you have learned you can he can just squeeze you like a sponge and then you'll be drunk 当他他说当这个国王啊 他呢 就是说只想要的一切都得到了以后啊 他就是想挤你们啊 就像挤一块海绵一样的 然后你们又变干了啊 那么这个网站啊 那么这个话让大家明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网站 对不对 这个这个啊 i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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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ence啊 那continence这里是favor 就是favor author privileg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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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看 那么我们看这个啊 yes sir that sucks up the king's favors rewards and praise but in the end the king will get more back from you啊 will get more back from you you are like a good apple啊 那同学们 这里呢 他就是apple了啊 不是apple了 那么我们诸语里面说的 这个版本不一样的啊 有的版本是apple 苹果 把他们比喻成苹果 那么有的版本呢 把他们比喻成那个那个那个猴子啊 那么那么应该说比喻成猴子呢 比较贴贴一点 因为猴子呢 能够是一个动物 对不对 他能够干事的 对不对 你把他比喻成那个苹果呢 苹果是一个植物啊 他 他不会干事的 对不对 那么那么那么 好 那anyway to the king啊 he takes a bite of it but does not swallow right away啊 那那如果你把它比成一个苹果的话呢 他就只能后面他有另外的说法了 等于说他呢 就是说每一次呢 他咬一口 而不是把它整个吞下去 那么这个意思啊 Instead he keeps it in his mouth to spend whenever he wants something from it 那么 那么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网站 那么我们回来 我们看我们的原文了 现在看来就是 比较明白了 I saw that soaks up the king's confidence his rewards his authorities but such offers to the king's best service in the end he keeps them like an ape in the corner of his jaw first mouth to the best swallow to be last 那么那么first mouth to be last swallowed 就是说 就是先先放到他嘴里的 他最后的吞下去 那么那么这个呢 同学们 我呢查一句啊 我们呢不查了 就是说这个first mouth呢 to be last swallowed 这个可能是一个谚语 我估计是一个谚语啊 就是说你第一 最初啊 你最初吞进去的 就是咬住的东西啊 是最后一个吞下去的 咽下去 吞下去的 等于说这个可能是一个谚语啊 你你吃了一口 你你你把他咬住了以后呢 你不会把他吞下去 然后呢 你要用他 因为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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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很可惜啊 我们这里呢 都没有注解 这个呢 就是网上呢 也没有说什么叫first mouth to be last swallowed 那么意思大家都知道 你第一个最初咬到的东西啊 你呢要最后一个呢 把他swallow 最后又把他吞掉 等于说你要派完用处以后 才把他吞掉 要你不会马上就把他吃下去的啊 明白 这个意思大家都明白 那么关于这个是不是谚语 那么同学们可以进一步去查 我们的不查了啊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谚语啊 那么 so when he needs what you have cleaned it is about squeeze you and sponge squeeze you and sponge 这个and其实就是sponge 这个sponge跟油是同位的 等于说他们的把他们比作那个 就是那个sponge you should be dry again 你你你完了又干了 你你你你完了 好那么后面我们看下去 那个Rosenkrantz说的 I understand you not my lord 我不明白 那么那么Rosenkrantz来了一句 我不明白啊 my lord你在说什么 那么同学们 那么问题啊 问题我要跟同学们提一个问题啊 这个Rosenkrantz说他不明白啊 那么我要问同学们 他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啊 啊哈 那么这个呢 同学们要自己去看了 我现在目前不知道 我们要看下去 说不定永远也不会有答案 因为这种话就这么说的 至于他到底到底明白不明白 他自理心理有数对不对 我们呢 这个就是语言了 I understand you not my lord 然后哈姆利特说的 I'm glad of it 我非常高兴 等于说 那么I'm glad of it 就是哈姆利特这句话 好像的意思是什么 他说你不明白的话呢 我就很高兴啊 那么那么那么 如果你明白了 我就不高兴啊 那么哈姆利特这个对点 如果如果Rosenkrantz说 他不明白 哈姆利特就很高兴的话呢 什么意思啊 有一种意思啊 我现在在猜啊 因为我们还得看下去 这个文章还得看下去 我们现在猜猜 我在猜 哈姆利特可能是这意思 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呢 说明了 你不是那个国王的agent 对不对 那么你还是好人 所以呢 我呢 非常高兴 但你们如果真的 不明白的话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 对不对 问题是这样 你们是国王的agent 既然你们是国王的agent 你们不可能明白 我讲的什么 你们不可能不明白的 你们肯定明白的 对不对 我在指什么 我把你们笔车 那个海绵 国王在用你们 你们应该明白 就是这个意思 你如果不明白就好了 哈姆利特这个意思 I'm glad 如果你们不明白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对不对 问题是你们现在心里面 蒙清 对不对 那个摆放人叫 蒙清 我 我 我 那个 金 金枪 我不会 蒙清 一个卷舌的 对不对 那么 anyway anyway 我们看下去 Navish's speech sleeps in the foolish year 那么 Navish's 混蛋 很坏的一个speech Navish Navish 我们以前查过的 wicked 坏的 Either because Hamlet is insulting Rosenkrant because he's telling a cynical truth about the king 那么同学们 他这个坏啊 他这个注决里面 他说 Hamlet有可能是 那个那个指 指那个坏 他可能指那个 Rosenkrant 也可能指King 这里的那个Navish 他 他隐含的意思 可能他是影射 这个Rosenkrant 他不是影 就是侮辱那个Rosenkrant 说Rosenkrant是Navish 也可能他是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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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指控国王啊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到底是指谁啊 我们要去问莎士比亚 说不定莎士比亚 他是双关的 那就没得说了 Anavish's speech Anavish's 一个坏的一个speech Sleeps Sleeps就待在那边 Sleeps is ineffective does not harm 这个Sleeps 在这里啊 他说是对于 那个没有作用的 等于说 It's not harm in that way 没有效果的 等于说一个坏的 一个Navish 那个speech 没有效果 In a foolish ear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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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同学们 那么这句话 Hamlet又是什么意思 同学们 Hamlet的意思 太复杂了 你那都是双关了 我们我们参考那个网上 好不好 你这玩意 我们我们看这个网上 My Lord Sleeps 那么这个同学们 我们这里有一个诸解的 Fools doesn't understand When they are the part of a clever saccess joker 那么好 When they are the butter Fools doesn't understand When they are the part of a clever saccess joker 什么叫butter 我们要查butter butter 就是那个顶端 butter就是一端 the end of extreme anything butter 枪的那个病 或者什么 一个病 target victim victim target 就target跟victim 好 那么同学们 就是说 那个傻瓜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白痴啊 他是不会明白啊 我们看这个这个注解啊 那个那个网站的注解 Fools don't understand When they are the butter 等于说 那个傻瓜 他们是不明白啊 就是一些笑话 这个笑话里面的 那个那个笑柄啊 是他自己 明白了 这个大家明白的 有的时候啊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这个经常有的 这个搞笑的 对不对 人家在讽刺一个人 然后在旁边人 哈哈哈哈大笑 那个家伙很蠢 他听不懂 人家在说他 然后他也跟着 哈哈哈哈 他是明白吗 这个 傻瓜他就是不明白 人家在说他 讽刺他 他不明白啊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 他们说是这个意思啊 Fools don't understand When they are the butter of a clever sarcastics 等于说 他们这个意思是说 我在说你呢 你他妈的你不明白啊 对不对 你是个蠢货啊 明白吗 那么好 那么 这个这个是 那么我们看 他说翻译啊 Claversby never understood by Ananda I'm glad you don't 好 那么 同学们 这里啊 网站上面说 I'm glad you don't 等于说 I'm glad you don't 他说 你听不懂啊 我很高兴 那么这个网站的意思是什么 等于说 这个网站的意思呢 哈姆斯认为呢 他们听不懂呢 是因为他们是蠢货啊 那么他们是蠢货呢 那么哈姆斯当然很高兴啊 如果他们两个人不是蠢货的话 那哈姆斯就麻烦了 对不对 他们现在是国王的agent agent 他们说要要要要要要去宰了那个那个哈姆斯 哈姆斯跟现在要对付他 哈姆斯在节目里面说了 对不对 要跟他们要要要要要像打仗一样的 什么挖地道啊 看谁聪明啊 对不对 那么那么那么好 那么联系起来了 对不对 他现在哈姆斯在这 I'm glad you don't 你们是蠢货啊 我就非常高兴了 对不对 要不然你们聪明的话 就难以对付了 对不对 好那么后面就 A clever speech is never understood by force 那么这个 这个网站呢 我们基本上就清楚了 那么我们看这个 教授啊 教授这个有由于 对这个话有于这个注解 A nervous speech slips in a foolish eye A insulting comment will provoke no response from a fool Too stupid to understand the insult 就教授这个呢 翻译呢 比那个还要好 等于说我现在明明在侮辱你 你都听不懂 那你就是一个 fool 我在侮辱你 你还听不懂 这个教授的 那么那么那么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么我们看这个 这个网站啊 I'm glad about that Mistievous word will never get a response from a fool because the fool I won't understand 那么那么同学们 那么大家明白了 那么那么这里我们要看这个 I'm glad of it 我前面说了 I'm glad of it 我前面说什么 好像他为什么高兴啊 因为因为他可能是 可能的意思 就是说 他们就是不是国王的agent了 对不对 如果他听不懂的话 那他证明他不是国王的agent 那么 他们会高兴 那么看来这里呢 不是的 这个I'm glad of it 他为什么高兴啊 他们那时候高兴就是因为他们是蠢货 明白吗 他们听不懂他的话 那么蠢货为什么他 他们的宠货他高兴啊 这个我前面讲了 对不对 要是他们不是宠货的话 他们那他会有麻烦 对不对 有可能会输给他们 这个这个比比智商的时候 会输给他们 那就麻烦了 他们那他就要送命了 对不对 好 那么那边就好 好 那么 那么 罗伦框斯又说了 My lord you must tell us where the body is and go with us to the king 那么 那么 那么同学们 罗伦框斯这句话呢 罗伦框斯呢 不耐烦了 嘿嘿 你在跟我搞什么 对不对 你不许告诉我 我们这个宝贴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 跟我们一起呢 到那个国王那儿去 对不对 你搞什么搞 在这里搞什么什么什么 又是什么什么 什么APP 什么乱七八糟的 啊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同学们 我刚才说了 这个罗伦框斯到底听不懂 听得懂那个哈曼特的话 那么我的意思啊 我的意思呢 他们是听得懂的 罗伦框斯完全明白 哈曼特在说什么 但是呢 罗伦框斯呢 不能承认的 他不能显出来 他听得懂哈曼特的话 如果他 罗伦框斯表露出来 他明白哈曼特说什么 那么就暴露了 他们是国王的这个 agent的身份啊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明白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罗伦框斯这里啊 他是在装弧度 啊 我呢 现在就说这个结论 罗伦框斯在这里是装弧度 啊 他不会不明白 哈曼特这个话里面的意思的 因为 他是国王的agent 啊 明白吗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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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 蛮精彩的 对不对 现在这个 这个好 那么今天现在59分了 今天这个讲到 谢谢大家再见